想要拍下从高空中俯瞰大地的壮丽景色吗 从基础操作开始 先在电脑上操作无人机模拟软体 体验操作无人机的真实感受 接下来了解相关法规与飞行原理 等一切就绪就出发试拍 为期两天的无人机剪辑科学营 由崇佑影艺科技大学无人机地与基础势力建的国中合作 设计出专属国中生的教学课程 我们这次两天的课程设计 除了到无人机的包括组装课程以外 以及配合我们影艺大学的剪辑课程 让学生透过组装跟剪辑 来强调大家在108课纲所注重的学生实作能力 说到实作能力就要带孩子来了解无人机原理 从亲自组装开始 加入美感制作出自己专属的无人机 能不能飞 当然可以 只要熟悉操作和飞行器的重心 就能成功地随心所欲飞行 真的可以飞 重用生根基隆在地教育 推出首届的无人机剪辑科学营 校长肖元都表示 很荣幸与建的国中合作 让国中生了解无人机的飞行原理 希望新世代的年轻人成为国家未来的实战力 往下扎根是一个很重要的做法 然后我想我们不是单一个方向 我们未来的话 产观学方面都可以互相的应用 我想市政府也需要往这方面去推广 然后产业界都 我知道最近产业界也很多人在做相关的研发工作 产观学方面 我们都还可以再继续地往各方面多角度 多向度 多方面的发展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多方面的发展 还包括了影像剪辑的技术 学员试着用电脑 剪辑出空拍机用的系列影片 让建的国中 巴的国中 数十名师生很有收获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以前没有碰过无人机 然后现在就学很多东西 信号 然后到它的奖的数量 然后一些按钮的一些知识 就是这次参加这个活动 就是收获很多 然后就是有学到一些有关无人机的知识 就是像是它可以运用在生活的哪里 然后到怎么去使用它 都对我以后可能会用到的帮助 今天很荣幸我们建的国中 从校长主任 组长老师 我们有十位老师 带领十个同学 来做这个无人机的一个课程的研发 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好 是学生从小 就可以透过这十座体验 然后才编写程式 然后培养它的专注力 那未来我们建的国中将成立全国第一所的无人机飞行基地 那我们校长主任老师都会拿到这个证照 让孩子能够在快乐中的学习 能够从刺激他的脑力激荡 然后再实作 然后能够快乐学习 快乐学习中探索堆叠智能及创客的能力 从又自去年11月成立无人机基地后 除了持续承办劳动部 退府会等单位的无人机职训课程 也积极推动无人机与科技教育向下扎根 加强学生的实作能力 那我们怎么样去加强学生的实作能力 那我们未来呢 其实在课程的规划来讲 我们从影艺大学部分 其实也跟劳动部 那也有跟退府会等相关单位合作 办训了非常多培训课程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专业课程 带来给基隆的孩子 那给基隆的孩子 透过学习能够成长更多 那也带进更多资源来做一些培育 那建德国中也是我的母校 那我希望说 在未来跟建德国中合作以下 我们可以在基隆市的部分 带给包括国小国中 甚至到高中的同学 能够有更多学习的机会 未来会持续办理国小国中的 科学扎根系列活动 幕后推手人称王姐 资金的挹注造福相领 把这份心意 用我们在地人的心把它传递下去 那我们会用最大的力量 我们把无人机这个产业 在我们基隆发光发热 是非自己的微型无人机 剪辑前一天所拍摄的 中镇公园空拍画面 创造属于自己 看见基隆的短片 随着崇佑即将在第二季 设立民航局合格无人机口场 及课程计划线的推行 让基隆孩子拥有创造 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同时体验飞行的乐趣 朋友在 健德在 空拍机在 记者蔡小军黄绍明 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